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丹基層茶 今天的單元呢 是 英雄幫你試 這是一個全新的構想 因為我的觀眾群呢 有 國小生 國中生 他們呢 是非常需要仰賴這個文具 來增進他們的課業啊 寫一些功課啊 或是做一些筆記之類的 所以呢 這個單元呢 就是幫你們試試 市面上 新的文具 剛推出的也好 然後 頗壽好便宜 但是售價有點貴的 也是 我都會去幫你們試看看 是不是真的像廣告說的那樣 好的 今天呢 要來試的是 寫不斷的 自動鉛筆 聽起來呢 是蠻有削頭的一個商品啊 那其實呢 早在國小 我國小的時候應該就有了 我沒記錯的話的印象 還是台灣人自己發明的 什麼獨家專利喔 然後那個 筆長得很像我們那種 削鉛筆機的那種 木頭的鉛筆有沒有 外型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它的筆心還特別粗這樣子 那今天要介紹的呢 是已經 事隔十幾年喔 新一代的新產品 Pentail的 Orange Zebra的 Delgott 非常的難念喔 今天要來試的呢 就是這兩款 寫不斷的 自動鉛筆 好的 馬上呢 就來看一下它們有什麼特色吧 Go 好 那我們首先呢 先來看一下 Pentail這支 Ordent 不可思議 筆心居然寫不斷 這支產品的slogan呢 嚇得非常的唯眼聳聽喔 不是啊 嚇得非常浮誇 它這產品有一個特性 叫做伸縮筆尖 待會我們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很多人會疑惑說 那如果筆心沒辦法伸出筆尖的話 那我們側寫的時候 不就寫不出來了嗎 那他們產品呢 是有一個這樣的概念圖喔 當你側寫的時候呢 側邊的筆尖呢 是會縮進去的喔 所以是可以不用擔心這一點 不過呢 等一下還是要實際使用之後呢 才能知道 是不是這麼方便 好 那這支呢 就是本體的樣貌喔 可以看到它非常強調的喔 筆心不能伸出來喔 有沒有看到NG 筆心不能伸出來的那個筆尖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看一下 它所謂的這個 伸縮筆尖是什麼的感覺喔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筆尖呢是沒有伸出來的 那我們先把它按一下 這個不是筆心喔 這是它的筆尖 隱藏式的伸縮筆尖 然後呢 我們再按一下 就會看到 筆心跑出來了 那它是說筆心不能跑出這個筆尖 所以我們就把筆心給縮起來 好 馬上就來試著寫幾個字看看 好 那我現在寫這三個字呢 就是跟這個 我身後的背景音 相互呼應的一個字 其實我還蠻訝異的 就是它這個寫起來呢 非常的順 我以為呢 它在寫的時候 它的筆尖會卡到紫喔 但是它這個設計 你看我已經這麼寫了喔 然後筆心是像他們說的 不能超出這個筆尖 所以我們就這樣寫看看 這個字有點寫爛掉了 這個字有點寫爛掉了 非常的滑順喔 那至於說 它說筆心寫不斷 這個設計原理呢 應該就是 它的筆心根本就藏在筆尖裡喔 所以這根本就不可能寫了斷 除非你要把它的那個筆尖也一起寫斷喔 那基本上這支筆就是報銷了 思考的方向不太一樣 它是用一個筆尖來保護筆心的一個方法 整體感覺我覺得 我的手比較大喔 握起來還不錯 雖然說它這個 食指大拇指接觸的這個地方呢 並沒有軟墊來支撐啊 或者是 加以固定的地方 不過我覺得這個粗細呢 對於一些女生來講 這個手感是相當好的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介紹完 上一隻Pentail的Ozrange 它的設計呢 讓我蠻訝異的 沒想像是用這種方法來保護這個筆心喔 蠻有趣的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這一隻 可以看到呢 折不斷 非常淺顯易懂的 至於這個原理 是不是跟上一隻Pentail的一樣呢 我們現在就來揭開它的真面目 好的各位 那這隻Zibra的外型呢 我是比較喜歡的 它前面這個地方 帶有一點科技感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 那它這邊呢 就是它這隻筆的設計核心喔 也就是說為什麼會寫不斷呢 就在於這邊的設計 好 那我們現在先嘗試 按出它的筆心 很普通的 它那個筆心的筆尖呢 並不是伸縮的 跟上一隻的設計理念呢 很明顯是不同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它 到底是怎麼辦到 這個所謂的 折不斷的筆心喔 那很訝異的 這隻的手感呢 沒有上一隻Pentail的 這麼的圓滑喔 就是你寫字寫起來的感覺 並不是說非常的 古溜的感覺喔 如果你們有拿過0.2 0.3的那種原子筆在寫字的話呢 就是那種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 它所謂的寫不斷是什麼樣的概念 稍微把筆心往前 多推出一格 所謂的寫不斷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喔 各位可以看到嗎 它筆頭裡面彈簧的設計呢 這個時候就很明顯了 我現在用力的往下壓 筆心被縮進去了 然後回來 筆心又出來了 也就是說我往下壓的力道呢 筆頭前面這個設計呢 會出來保護筆心喔 我們各位再看一次 這樣子呢就可以讓筆心 受到壓力的時候呢 可以縮進去 我覺得這樣設計是比較酷炫啦 兩隻筆的設計理念相當的不一樣喔 一個呢是先把問題直接解決掉 那另外一個呢是遇到問題再解決的 的這種感覺喔 那如果是握的手感的話呢 因為我的手是比較大的 我覺得這一隻握的手感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它的筆鏡呢是比較粗的喔 那這邊呢 有做一些防滑的設計 對我這樣的男生來講呢 拿起來的手感會是比較好的 不會滑來滑去的 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這兩次的 寫不斷的自動鉛筆喔 各有各的優缺點 那以上的英雄幫你試呢 就到這邊啦 這一次的單元呢是比較特別的喔 因為以往來講呢 開一些玩具啊 或是一些療癒小東西呢 基本上呢都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必需品 那因為我的觀眾呢 國小國中生相當的多喔 我相信這些可以幫助到你們一些 呃...抉擇 買筆的時候的抉擇 那基本上呢 這不是工商喔 我每一次就會找兩間最大的廠商 直接講我最真實的感受 所以呢你們不用擔心 我收到哪間廠商的好處 就幫他講好話 沒有這種事 好不好 這隻就是特別好寫 那這隻就是比較好握 所以說呢 你們還想讓我測試什麼樣的文具呢 儘管在下方留言 我都會幫你們測試 好不好 好了各位 今天就到這邊囉 我們明天再見 See you 請看 我來看看 我喜歡 你喜歡 我可以回應 你會不會 我可以回應 你會不會